没想到 奥运会才刚结束 谷爱玲就被接连爆出大瓜 从恋情飞翼到国际争议 谷爱玲彻底陷入舆论漩涡中 没人能救她 她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算计半生的她 终究迎来她防下场 而谷爱玲引以为傲的路人员 也被彻底败光 但归根到底 所有结果都只是她就由自取罢了 奥运会结束的同一天 谷爱玲在夜店被拍 与法国的游泳运动员马尔上举止亲密 两人贴身热武 甚至当众亲吻 谷爱玲还捧着对方的奖牌 激动合照 况且爆料的网友 在帖子中明确指出两人的身份 吃瓜网友不肯相信 他直接放出在夜店拍摄的视频 但证据齐全的情况下 依旧有人 怀疑真假 而爆料网友则直接回队 戴上眼镜就能看清楚 理直气壮的模样 已经让大部分网友认定事实 若不是真瓜 谁敢对两位世界冠军造谣 其实谈恋爱本质是件好事 理应得到大众的祝福 可其中的问题就在于南方的身份 而且在公众印象中 他似乎早就有女朋友了吧 先前比赛时 南方马尔上曾对着观众席示爱 表示要将奖牌送给加多 这位加多正是马尔上的青梅竹马 但谁也想不到 他将会在夜店与古爱玲丝混 回看两人的过往 其实缘分正在于巴黎奥运会上 马尔上打破记录 拿下金牌的时候 古爱玲立马发出祝贺 或许两人早就是好友 又或许是想蹭个热度 可随后的事情 却让古爱玲立马删除自己的祝贺动态 颁奖典礼上 马尔上对中国教练格外不尊重 对方伸手表示友好 他却全然无视 事情曝光之后 马尔上陷入舆论中心 尤其是中国人对他的印象 可谓跌到谷底 就连原本的冠军祝福 都无法再说出口 而此时的古爱玲 则火速删掉评论 后来马尔上对中国教练道歉 及时解释其中的缘由 他并没有意识到 当时教练想跟他握手 所以才会忽视对方 双方兵是前嫌 但马尔上却并未因此得到救赎 有女孩问他要签名 可马尔上只是敷衍色泽 谁料法国电视直播 他的举动彻底昭告天下 无奈之下 他只能又站出来道歉 巴黎奥运会 马尔上奖牌拿了不少 但也没少挨骂 歉也没少到 正因如此 古爱玲与其恋情曝光时 才会遭受非议 在国人眼中 马尔上人品不佳 甚至有女友 所以才会急着 让古爱玲擦亮双眼 不要置三当三 但事实上 古爱玲并不需要看清事实 因为两人不过是一丘之河 同样阴暗无耻 只不过 一个在表面引得众人辱骂 一个在暗地 需要仔细发掘 2022年的冬奥会 古爱玲一战成名 几乎全世界的人 都记住这个阳光自信的女孩 而中国人对她的印象 更是好到出奇 网络上提起古爱玲 大家永远是称赞和羡慕 可夺冠者数不胜数 古爱玲为何能获此殊荣 张着一副美国人的脸 却拿着中国人的身份参赛 即便在美国出生 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国籍立场 就是她收获国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但除此之外 她的实力和性格同样重要 古爱玲的首秀 是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中 可惜因为失误 最终只能拿下第五名的成绩 好在成功晋级决赛 才能在后续比赛发挥最佳实力 决赛中的古爱玲 第一轮93.75分 第二轮88.50分 第三轮更是以完美的表现 获得94.50分 成功夺得金牌 这是中国队在此项目的首枚金牌 也是古爱玲在冬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个人输赢与国家荣誉捆绑在一起 古爱玲也创造了世界历史 整个冬奥会比赛中 古爱玲以二击一银的成绩收官 而她不仅赛场上表现出色 采访中的表现更令人印象深刻 而这也是古爱玲收获众多粉丝的关键原因 接受采访中 古爱玲表现得非常自信从容 回答问题面带微笑 语气平和 不急不躁 中文英语变换自如 与媒体交流 坦然自若 小孩看了都敬佩 大人看了都羡慕 谁不想拥有如此出色的孩子 谁又不想成为如此优秀的大人 除此之外 古爱玲在采访中也不忘明确中国身份 拿着自己设计比赛符合学版 介绍金色的 古爱玲 字样和龙文图案 言语兼满是对中国文化的骄傲 而她对中国文化的宣扬 则又为她引来大波粉丝 比赛结束后 古爱玲顺利成为顶流 广告代言数不胜数 就连品牌聚会都能和易阳千玺合影 甚至不需要人情世故 直接放出生徒 而且易阳千玺的粉丝 还不敢围攻她 一举成名的她 成为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 商业价值迅速攀升 成为全球身价第二高的女运动员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经过查证 比赛奖金只有十万元 那么古爱玲究竟是靠什么 才能身价飞升 原因无她 就是那些广告代言 数不清的广告费 塑造出她的超高身价 但古爱玲却将全部都看作比赛奖励 是真傻还是假傻 还是说 想要借此谋取更多利益 都说羡慕古爱玲 可若真是活成古爱玲 只怕没几个人接受 最重要的是 也没几个人能真正做到 但是母亲培养的用心程度 就让人只能望其向背 虽然在美国出生 但古艳并未给女儿确定国籍 三岁时 就开始培养女儿的滑雪能力 与此同时 也不忘记培养女儿与家乡的感情 两边来回跑 让古爱玲自己感受两国的氛围 但真到关键时刻 却还是让古爱玲代表美国参赛 2008年 古爱玲首次参与到国际赛事中 代表美国拿下季军 第二年 她同样是代表美国 拿下国际雪莲的金牌 也正是这一年 在她首度拿下金牌后 就将国籍换成中国 并立马在社交平台宣布 代表中国出战冬奥会 提到古爱玲 大家都羡慕母亲对她的培养 如今的她 自信开朗 实力出众 但实际上 古艳最让人敬佩的 就是国籍筹谋 冬奥会代表中国出战 是她最正确的一步棋 代表中国拿冠军 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借此营销 就有些过分 通过民众的爱国热情 打造人设 提高自身商业价值 作为运动员 证明自身价值的 不是比赛 而是代言 相比排名15位的郑亲文 两人差距一目了然 一个比赛奖金170万 一个比赛奖金只有10万 怎么 是郑亲文 参加比古爱玲的项目值钱 而两人的商业价值 则恰恰相反 古爱玲 相当于郑亲文的四倍 其中的差距 仅仅是因为两人的身份 难不成美国华裔的身份 就比较值钱 说到底 不过是因为会营销 有爱国人设加持 所有人都必须喜欢他 否则 就是不爱国 在此基础上 广告代言也愿意找他 因为有民众支持 说不定 爱国还能带来国家支持 代言 口碑 销量 一举三得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 体育局已经付过 规划的钱 那么 他为中国而战 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怎么到最后 所有国人还要感谢他呢 其中的舆论风向 或许值得众人思考 虽然古爱玲将国籍变更为中国 但依旧谣言不断 因为美国默许双重国籍的存在 但中国并不承认双国籍 如果古爱玲承认中国国籍 就必须放弃美国国籍 可事实上 古爱玲却并没放弃美国国籍 在美国税务局的报表中 会公布放弃美国国籍的人 但2019年至今 都没能看到古爱玲的名字 也就是说 谁都无法确认古爱玲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 那么古爱玲又是如何拥有中国国籍的呢 很简单 通过护照就行 拿下中国护照 就能在奥运会上代表中国参赛 因为国际奥运会 根据护照来辨别身份 而它只需要护照 就能顺利迈入中国 自此凭借规划爱国 就能收获公众的好感 不得不说 这每一步算的都恰到好处 况且古爱玲有亲人在中国 那么规划中国时 自然有正当理由 加入中国国籍后 她也没有失去美国国籍 或许古爱玲自己也知道 见不得光 在记者提问时 她只能再三推举 接连六次提问 一次正面回答都没有 古爱玲甚至还搞出人身攻击 体育不分国界 我不过是个享受生活的18岁女孩 不喜欢我的人 都拿不到冠军 不喜欢我的人 都是没受过教育的人 要包容 不理解我的人 不懂包容 在中国就是中国人 在美国就是美国人 不错 在哪国就是哪国人 古爱玲靠着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话没有作假 在国内 以营销爱国人设 博得好感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发文祝贺中国运动员夺冠 但在国外 她就对中国的事情 只字不提 外国社交媒体上 发祝贺外国选手夺冠的照片 而她也被网友称作 早C晚A 早上是美国人 晚上是中国人 两边讨好 两边获益 古爱玲真实 厉害 但模糊的国籍 终有一天会 反噬她 2024年初 有消息说 古爱玲将代表中国 出战2026冬奥会 原本网友很是欣喜 想着中国肯定能多几枚金牌 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只觉得古爱玲 先要给出国籍回应 若她自认为 自己是美国人 为何还要代替中国出战呢 中国不缺人才 更不缺立场不明的古爱玲 没了她 会有更多自信开朗 并且爱国的运动员出现 相比之下 反而是古爱玲 借着中国的名义 获益更多 明确自己的国籍身份 是古爱玲 必须面对的现实 古爱玲的实力 不可否认 而她的性格魅力 也值得认可 但不管是谁 都不能触及国家底线 希望古爱玲能及时 清醒 即便不是中国人 大家也会认可她 丢失的路人员 或许还能回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